哈哈这是干啥玩意呢大爷 走个正步还给资格整顺拐了 看见美女大妈也不至于这样吧 同手同脚那样给大妈都笑都疼了 再努力表现也不用这么紧张吧 首先咱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女主角 是王玉杰大姐家吗 你好大姐 王玉杰58岁散偶 无房无老保无存款 属于一个妥妥的老三无 老家双阳居县居长春市 目前和儿子儿媳一家同住 王阿姨这次上节目相亲 完全是因为她的一个好闺蜜 帮她报的名 大姐实在 实在在镇里过日夜 我现在上边去找去吧 这老姊妹能处啊 婚姻大事都操心着 不光给王大妈报了名 忍着一头小红毛必须红韵当口啊 就连相亲男主角都替好姐妹选好了 那就是咱养活鸟的刘大爷 王大妈也看过刘大爷之前的节目 对于她的年龄性格各方面都挺满意 大叔比她大六岁知道疼人 接着大妈也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王大妈的丈夫已经去世14年了 那时候孩子还上学 她光顾着挣钱养家了 也怕找个后列对她儿子不好 一直等到孩子成家立业了 她才开始考虑 虽然最近也有不少人给她介绍 但大多数都是农村的 她从农村出来所以就不想再回去 所以一直就高不成低不就的 那对于同样生活在农村屯子里的刘大爷 王大妈咋又相中了呢 但这回这鸵鸟大哥他是要回农村收获的 是 直到他回农村 他也不能种待那农村大爷 是不是不能 那倒是 他说他的目标是打算待到70左右 再养个67年 对67年 看见没只要王八队绿豆对上眼 其余啥毛病都不是问题了 那还磨蹭啥子赶紧去见剑吧 带着满怀期待的王阿姨 和红娘等人一起来到了刘大爷家 这刚一见面 王大姐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电视可本人两样 咋两样了 咋两样了 年轻 见着本人觉得年轻了 可把红娘给吓一跳 原来王大妈感觉 南方比电视上年轻 哈哈刚才属实给他俩吓坏了 还寻思他嫌弃大爷长得老呢 这话大爷爱听咱年轻时也是挺帅的 第一印象你见的咋样 行 那你得评价一下 他是哪行呢 他这个个头啊 都行 除了个头之外 还长得呢 长得也行 俩人跟演员上都没毛病 接下来王大妈提出一个要求 他要到刘大叔的屋子里看一看 因为在之前的两次相亲中 大爷的屋里收拾得非常干净立正 和前两次相亲对比简直是大相敬庭 下面就来看一下刘大爷前两次的表现 他跟你把屋子收拾得了 你收拾了是吧 你这么点 你这这样有啥手 你快快 现在整个整个整个把碗上捡不捡不 以后大爷进屋来了 对吧 嗯 你那车上来说 你这碗块上还得刷干净 你这上来话都没说 哎呀我去一瞅这老弟都懵了 我妈整天嫌弃我屋子埋态 和大爷的一对比我立马站起来了 诸我还真没大爷的屋子乱糟呢 被子睡的也不叠筷子碗吃的也不刷 土豆茄子大酒缸子堆的满地都是 摄像师小伙一再提醒都不收拾 咱就是说哪个大姐看了不挠头啊 老话说的好严的一再二不再三 这次相亲提前把屋子收拾利索 整的咱红娘还真有点难问问 咋收拾的屋啊大哥 早上收拾 今天哪鞋子收拾屋了呢 来看着顺点眼吧 哎呀 别乱早早点了 那前几次你咋不收拾呢 他这个本身就算养的 他这也是农村的 养着鸡啊哥他都会养 你的意思是为了给大姐留下点好印象 是不是 对呀 所以你今天早上特意收拾的 看来刘大爷是想找个农村会干活呢 将来还能和他一起养鸵娘 为了能获得王大妈的好感 所以大爷这才破天荒的收拾了屋子 哈哈原来大爷哥这等着呢 看来对今天的这场相亲 刘大爷数是花心子了 没准还真能有戏啊 对于女方的没啥负担 这是大爷很满意 又是散偶的没啥后顾之忧 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妈没有劳保 这也是大妈的一项短板 那咱刘大爷又会介意吗 反正我没劳保 行 没劳保 对于女方没有劳保的是大爷丝毫不介意 毕竟自己养着鸵鸟的 一年也有拾好几个答不溜 有没有劳保也都无所谓的是 看到男方不介意自己没有劳保 这让王大妈心里的石头瞬间放下了 但随后刘大爷就开墙说他喝酒的事了 每顿我喝二两半酒 早点喝三顿饭呢 有时候吃两顿饭 有时候吃饭 二两半不少啊 不多 不少啊 一杯一杯一杯 一小杯一杯 就是一 一两正好 一两正好 不出眼是吧 不出眼 大姐说你那一顿二两半有点多 能不能少点 能不能少点 那都无所谓 能少吗 没 每天二两小九大妈也能接受 这关酸大爷闯过了 接下来大爷又说起 他曾经当过兵的经历 这属世也成了大爷的夹分相 要知道现在的女人最迷恋的就是兵哥哥 大妈立马表现出自己对军人的热爱 一听这话这话 刘大爷立马来劲了 马六站起来一展他兵哥哥的风采 于是就发生了故事刚开头的那一幕 我挺羡慕当兵哥哥 我去你属实给老弟哥喷了 大爷这同手同脚顺拐正不走 感觉就像那个凯迪猫似的 红娘差点都要抽过去 可一旁的王大姐看的却是满脸的喜悦 难道这就是情人眼里出息是吗 我说大妈都走成这样了还好呢 看着女方的赞赏的眼神 刘大爷瞬间自信心爆棚了 他竟大胆的向王大姐提出最关心的问题 看来是结合了以后能到农村去生活 可以可以接受 这不就妥了吗 为了喜欢的人可以打破自己的规矩 愿意来到农村生活 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婚恋观 没遇到你之前定的条条框框 再遇到你之后什么都没有你重要 听完女方的态度后 大爷激动得不知所以 此时兴奋的 他竟对着大妈直接表白了 你跟小老妹呢 我也挺喜欢你 我也挺喜欢你 我说也挺喜欢 再说一遍 挺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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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前呢 咱俩互相留个电话 行 留个电话 已经微信也正 互相了解了解也正 哈哈这小红娘你可真皮啊 故意都大爷大妈的搁着啊 最后俩人高兴的留下联系方式 本次相亲宣告成功 祝福他俩能够走到领政那一步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 老铁们别忘记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精彩再会吧 起来吧 小线